另一位參選人柯建民和好友黃月衰等人手拿小英文創商品 在競選總部舉行慶福到老在地服務長照記者會 希望未來柯建民進入立法院後能夠讓長照法案更加完善 中黨部一起開記者會 我想有三個記者可以做的 當然將來經費預算 是要是要稅收市還是保險市 這必須從而有公司來處理 第二個就是說 老人的話應該預防綜藝治療 應該成立國家級的老人醫學中心 海恩在現在沒有老人醫學中心 預防是送綜藝治療的 第三個我們應該是整個國家層級來主導這個事情 比照這個食安有沒有食安問題的食安辦公室 張愛宏這個辦公室 是在行政行政拉起來一個跨部會的一個辦公室 我們要比照這樣整個長照辦公室 來統合各部會的支援以及法令 同為柯建民好友的前國策顧問黃月衰 他則是呼籲未來的長照要和社區結合 才不會讓長輩只能待在養老院內 建議在長照裡面 把這個都根還有就是重劃區 這些新的開發的地方 一定要讓社區的裡面不是只有蓋房子 建商蓋房子賣給去賺這個暴利 而是每一個地方都有規劃 然後每一個社區裡面都有兒童醫院 兒童托兒所以及老人院的這個設置 讓老人在地化而老人不在孤端 而且他們的生活機能是方便的 而且不是被遺棄的這種住在養老院 像監獄一般的 或者是他自己覺得說是一個不被重視的地方 我想這是將來在長照規劃裡面 很重要的內容 建立一個富得起用得上溫馨而人性的 長照服務體系 照顧每一個有需要的人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是目前民進黨長照政策的重點 打造一個社區大家庭的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從衰老到重度失能 從失智症到身心障礙通通照顧 也希望能在長照經濟裡找到就業機會 開波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